喜欢看中超的球迷都知道 今年的中超是格外的精彩 尤其是曾经的中国联赛的王者 大连足球本赛季又重新回到了中超 让球迷们想起曾经称霸一时的大连足球 作为中超的升班马 大连一方队的开局并不是很顺利 经历了俱乐部内部的变动 以及临阵换帅还赞助商等等 导致了球队开局七轮不胜 并且以0比8的比分惨败给了上海上岗 一直是排名垫底成为降级的大热门 但是随着世界名帅舒斯特尔的入主 恢复了一个外援前锋的首发位置后 大连队就开启了疯狂抢分模式 这位前锋在17轮比赛了 为球队打入14球 几乎帮助球队拿到了一半多的积分 成为大连一方队成功保洁的绝对英雄 他就是穆谢奎 穆谢奎是2015年12月 以80万欧左右的价格加盟 当时还在中甲的大连一方队 2016赛季 穆谢奎为大连一方打入20球 成为球队的当家射手 2017赛季穆谢奎更是在29场比赛中 为大连一方打入16球并有4个助攻 可以说穆谢奎是大连一方绝对的冲超功臣 2018赛季 大连一方冲上了中超 而且因为万达集团的帮助 请来了三个世界级的大牌外援 分别是比利时当红国脚卡拉斯科 盖坦和冯特 因为这三个大牌的外援到来 当时主教练马林一度想要放弃穆谢奎 但是穆谢奎显然和大连队有了感情 表了忠心 最终还是留下了 现在看来多亏穆谢奎留了下来 否则大连一方可没有这么容易保击 因为马林的战绩不佳 最后万达还是请来了世界名帅舒斯特尔 正是舒斯特尔拯救了大奎 也拯救了大连一方 首先他把穆谢奎重新安排在了封线上 把冯特放到了替补齐 这一举动让很多球迷都傻了眼 要知道冯特的身价可比穆谢奎高多了 但是正是大奎的回归 才让大连一方队彻底换了过来 大奎高效的射数 让连在前五名都吃了亏 大连一方一下换了个火法 在最近一轮中超 也就是第25轮 大连一方对阵排名第五的江苏苏宁 在一球楼后的情况下 正是穆谢奎扳平了比分 而且他还打入了要命的第三球 成功让大连一方队守住了比赛的胜利 这场比赛胜利之后 大连一方积分已经到了32分 可以说是基本保级成功 穆谢奎以17场14球的成绩 成功证明了他的能力 这成绩甚至超过了身价千万的一些大排外援 按道理来说 在中超能够大杀四方 以穆谢奎的能力 入选金巴布围国家队 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是本年度 穆谢奎甚至没有出现过 金巴布围国家队的名单里 这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金巴布围高手如云 大奎没有位置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就连当地的媒体和球迷都在质疑 为什么穆谢奎在中超猛如虎 却唯独进不了国家队 后来金巴布围队经理穆潘达雷 在接受采访时对此进行了解释 原来穆谢奎身上一直有伤 虽然能够在中超上场 那是因为大连确实在保级的关键时期 他是不可或缺 而且大连队的医疗水平 能够帮助穆谢奎在场上坚持比赛 而金巴布围国家队 并没有这样医疗条件 所以因为伤病问题 穆谢奎不能够为国家队效力 穆潘达雷还透露了穆谢奎将前往德国手术的计划 大连一方现在缺少前锋 他们决定自己处理穆谢奎的伤病 直到本赛季结束 大概还有六周时间 然后穆谢奎会去德国接受手术 很多球迷的最大梦想 就是进入国家队为国效力 而大奎却因为国家的医疗水平 而无法入选大名单 着实让人有些心疼 而且能够看得出 穆谢奎是真的爱大连足球 在这里我们给穆谢奎点个赞 他真的是中超最好的外援之一 大连足球的骄傲